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學長的頻道呢 每週四都會更新一些咖啡的知識 以及沖煮的手法 如果各位對金米咖啡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訂閱起來 然後並且打開小鈴鐺 以及分享下去 那其實學長跟大家講六個技巧 讓你的咖啡品質馬上可以提升 變更好喝 那都是很簡單的 那首先呢 第一個部分呢是洗磨豆機 這個概念呢其實很重要 因為呢一般來說 我們在家裡面沖咖啡 也不一定是這麼頻繁的 可能我一天沖一次 甚至有時候你不小心兩天只沖一次 所以你的磨豆機機身裡面 可能會卡一些殘粉 那有些磨豆機它的設計比較不良 要卡很多的粉 那這個殘粉呢 如果你跟你的心粉混在一起的話 就可能造成一些不好的味道 所以呢 學長建議大家第一個技巧就是 我可以先用個三五顆的豆 不是克 三五顆 所以我只要三五顆的豆呢 然後呢先清潔一下 利用新的豆子清潔一下我的磨豆機 你也不要覺得會浪費啦 因為真正好的品質才是它之前的部分 可以看花兩秒鐘的時間 把之前的舊豆推出來以後呢 把這個粉倒掉 然後呢你的磨豆機就是乾淨的了 這個時候呢你再加入新的豆子 譬如說我要二十克豆子就加入以後再進行研磨 你就可以確保這一把的豆子呢 不會受到舊豆子的影響 你的風味呢就會比較好 我們研磨完畢了 那這個豆子呢就可以確定它是新鮮的沒有 之前的殘粉 好第二個技巧呢就是關於濾紙的部分 因為呢濾杯跟濾紙其實它並不完全是會貼合的 尤其換不同的濾杯的時候 所以呢我們在摺濾紙的時候 建議大家要想辦法讓它跟我們的濾杯能夠相符合 那一般來說我們是不是要先摺這個濾紙邊邊這個邊線 摺完以後呢把濾紙撐開 然後放到濾杯的時候呢 千萬要記住先用你的右手把你的濾紙往下壓一點 然後呢會看到有個翹翹的部分 這個時候呢再要你的左手把這翹翹的地方呢往下壓 你會發覺說呢百分之百的貼合在我的濾杯上面 你這感覺就很舒服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我剛剛第一次摺的跟第二次摺 中間有這麼一公分左右的落差 所以如果你沒有做這件事情的話呢 你待會在沖煮過程中是它一定會翹翹的 會影響你的流速 還有會讓你覺得沖煮起來不太舒服啦 沖煮的舒服也是很重要的 那第三個技巧呢是關於落粉的部分 我把我粉倒進去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我的粉面它是不平整的 那不平整會有什麼狀況呢 就是我一給水的情況之下呢 因為不平整的表明會讓我的水從高處往低處流 在第一時間呢就直接讓你悶蒸就不均勻了 因為你可能低處的地方會試水比較多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把濾杯拿起來 稍微搖晃一下 這個搖晃呢不要未搖而搖 我們盡量要觀察一下說 我的所有的粉面它都是在一個水瓶的狀態 這樣子你在給水的情況之下呢 你才不會有這種水往低處流的狀況 尤其是悶蒸它非常的敏感 如果某個部分呢它的水給太多的話呢 是很容易造成萃取過度 然後不好喝的狀況 所以這個技巧也非常的重要 然後第四個技巧呢是關於你要充之前呢 你可能先想一下 或是說稍微記錄一下 我待會要怎麼充 因為呢很多人可能不是 那麼閒熟的情況之下呢 你沒有稍微記錄一下的話 你充過過程中 你一下子腦子就亂了 你就充不好 所以建議你用手機也好 用紙筆也好 先寫一下 譬如說我悶蒸40克 然後待會呢中心到180 然後後面可能兩次繞圈圈 大概是幾CC 那你在待會沖的過程中 就有個參考值 你忘了的話可以瞄一點 可以對你的沖足的安全感來說 會好很多 比較不會荒腔走板 一不小心就沖失誤了 那第五個技巧呢 是關於一個練習的技巧 好 你可以拿一個下壺 或者拿一個濾杯都可以 你在給水之前呢 你可以先稍微練一下手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次我們裝的水位 可能會有點差異 或者說你今天的手呢 還沒有熱 比較卡一點點 你可以稍微繞一下 感覺一下 今天的給水狀態 這個水柱是不是你想要的 這個大小是不是你要的 然後繞的速度 還有繞的手感 你OK 如果覺得OK 繞個二三十CC的水 蠻順的 你就可以準備正式來給水 這個方式呢 可以讓你的給水穩定度 增加非常多 因為非常非常多人就是 真的是很緊張 或者說沖足過程中都沒想 一下去就一大堆水 讓你的悶蒸整個塌掉的 這種狀況很常發生 然後最後一點呢 就是關於你給水的時候呢 盡量的讓我的手中鋪的壺嘴 靠近我的粉面 因為當我的壺嘴 離粉面這麼遠的情況之下 我的水會飄 而且呢可能會讓你的粉塵被推倒 或你的結構會比較不完整 被沖散的狀況 但是如果我把我的壺嘴 盡量靠近我的粉面的話呢 它就很有可能是比較可以完整的 力道也不會這麼大 所以盡可能靠近了以後 再來給水 靠近了以後 給水 順順的 往外繞 不用緊張 這樣子呢 你的粉塵的完整度 就很容易維持到很好 那以上六個呢 就是一些 我們沖足之前的一些小前置作業 但是呢 這些細節呢 就可以讓你的咖啡 確實 比較容易好喝 畢竟魔鬼藏在細節裡 如果呢 你的動作老是那麼大手大腳的 你不好喝也是很正常的嘛 所以呢 你還有什麼 可以增加咖啡品質的小技術嗎 小技巧嗎 可以跟學長分享一下 今天的咖啡送功能今天就說到這邊為止 希望大家的過年都可以沖一杯好咖啡囉 OK 我們下次見拜拜 接下來介紹VV咖啡的合作夥伴 Cafec 是日本咖啡器材專業品牌 招牌快流速的 Avaca麻仙維氯子 是許多咖啡師的首選 最近針對戶外需求提出的 Triton咖啡分享湖 同時兼顧外出的防摔需求 和手沖的使用體驗 讓你的露營不必妥協 詳細資料可參考下方的資訊欄